狼威里负责北洋舰队的操演教育和训练 头衔是副提督嫌北洋海军总察 丁汝昌虽然身为提督 但怀军出身的他不懂海事 因此北洋舰队的实际运作几乎都落在狼威里的身上 在狼威里治理之下 北洋舰队的训练水平达到了巅峰 第二次访问新加坡之前 1890年3月 丁汝昌 狼威里率领定远 镇远 超勇跟杨威四艘军舰在香港维修 3月6日 丁汝昌因为有事离舰 没想到定远舰管带刘布禅 忽然降下提督旗 换生总兵旗 此举引发狼威里大为不满 丁汝昌不在 狼威里说我是提督的是副总司令 那我明正言顺的代理 北洋水师的总司令应该是明正言顺的 为了你要把我的总司令的旗帜拆下来 他就很不舒服 对他是一种侮辱 当时狼威里立刻致电李鸿章 但按照李鸿章的说法 狼威里的提督是荣誉值 属于一种客气的说法 他回复给狼威里的电报 也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体督 回到天津 狼威里见了李鸿章 距离力争 但李鸿章依旧认同刘不禅的做法 李鸿章可能也有护短 他毕竟是中国人保护中国人 所以后来他也就没有处理 狼威里对自己这个事情也非常气愤 过后两个月后他就自治 狼威里离开之后 以前被管束住的北洋舰队 统统圆形毕露 舰队的训练水平也随之坠落低谷 士兵的日常生活染上恶习 迅速走上堕落之路 所有的舰员都必须住在船上 狼威里离开之后 这些军官就开始摆下船去住了 甚至在基地买产业 治公管 纳窃 不管是丁路昌 刘布禅 所有这些管带通通都一样 这其实就违反了这个禁令 然后那些士兵就吃喝嫖赌 斗殴 抢劫 甚至还开着军舰去走私朝鲜的高立生